这一位陈凯玲先生把沙伦科技园区吹捧成下一座护国神山 他接受性招待 接受收惠 都是跟这个沙伦科技园区有关 当你看到了台北市也好 台中市也好 拿到100多亿 200多亿的前瞻预算 但高雄市却比我们多了1000多亿 这样子的不公平的不均匀的分配 确实是目前民党政府在前瞻基础建设上面计划 很令人诟病的一个项目 先去区分蓝绿 然后去划分资源的做法 那民党这七年来真的让我们都长见识了 所以呢 这个台南的沙伦科技园区 也在审计部的报告里面 被提出来是计划未达预期 甚至我也注意到了 过去在推动这个沙伦科技园区的时候 就是由前金发局长陈凯玲 没错 就是被收贿接受性招待的这一位陈凯玲先生 把沙伦科技园区吹捧成下一座护国神山 但是呢 他却利用了前瞻计划的这个名字 以及呢 他自己是主管 然后就去诈骗了这个很多的厂商 那变成他这次起诉的原因跟理由 他接受性招待 接受收贿 都是跟这个沙伦科技园区有关 科本只好像没有否认说 劝退无心理 让你松信这一局 似乎像是蓝白河成功的起诉式 你怎么看 如果我们这边可以变成蓝白河的这个 特定示范区的话 那我觉得也蛮好的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所谓的合作 那他不是基于利益的分赃或是交换 那像是我从来也没有去跟他们提过这个细节 可是我觉得它是基于一个大家共识 就是对于理念跟价值 所以我相信柯文哲他也说过了 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让新潮流的贪婪的样子 那消失在台湾的政坛当中 可能是我们共同的理念价值跟目标 所以才有机会在松信选区里面 这个划定为蓝白河优先事半区